應該減量回到從人類歷史來看事情 就是說工業化以後大概1760年開始到現在 大概250年 這段人類的發展是不對的 那你說我們現在忽然間變60億人口 這60億人口忽然老了之後 還要用這種一個很高耗能的 高耗資的方式來take care這60個人 60億人口這也是不可能的 我講不可能是整個大方向來看不可能 因為能源本身是不允許你這樣的支持 支持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比較建議說 要說黃學來帶領之下 我們應該是把這麼件事情化整為零 什麼叫化整為零 就是我們不應該把老年人集合在一起 幾百個人集合在一起 然後用一個很高能量 像高資源的方式來照顧這幾百個人 那誰來照顧 一定要年輕人照顧 年輕人不可能來照顧這幾百個人 所以整個邏輯本身有它的盲點 那我的建議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不見得要一百個人 我們親朋好友我們十個人五個人 我們有個兩三百平的地 那老年人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農業 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修煉 把身體練好 不見得說一定要把自己 歸類說以後一定會做農業 應該要有個 我們這一代是 第一個世代說有那麼溫富的知識 資訊 能量 工業 前整個人類歷史也沒有這麼我們現在這種世代 我們第一個有這種世代的 有一個拍子 既然有這麼一個職業 你要做的方法要跟以前不一樣 就是我們是戰鬥嬰兒潮的第一個退休場 我們要做出一個跟歷史發展不一樣的方法的老人安養社群 那我就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能夠做什麼 退休之後我可以蓋一個greenhouse 我這裡面我朋友在加拿大他在一個greenhouse裡面也不用花什麼能量就可以做這麼大的水蜜桃 這麼大的哈密瓜 那我們老人就可以做這種事 所有的那個能量都可以用很簡單的耗能來處理 那你做這個農業的時候你又可以鍛鍊身體 像我剛剛建議說 我到目前只要跟70歲以上的朋友講氣功 他就學他去 他再也不敢搓頭都不學 但我嚇到就是說有幾位朋友呢 他一個月不見 你怎麼變那麼年輕 因為我每天練你的氣功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我們王先生你有這麼大的功德在帶我們來做事情 能不能走一個小兒媒化成為零 然後突破人類歷史 重新建立觀念的一個模式 而不是走那種工業化之後大量能量大量的資源投入 然後要把可能變可能這種事情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這樣的話就我們弄成一個小的地方成功以後 通常細發理論 就是細發傳遞 全世界來傳遞 我的意見是怎樣 這可以規劃 這可以規劃 我七、八年前的時候是就有這樣一個常識 所以在南投的山區賣了一家多的土地 在上面種了幾百顆的香蕉 可是因為山裡面來講是蚊子真的好多 也種了這個 本來在地上就長了二十幾年的那個龍 龍眼樹 那香蕉來講的話是都是做記號 這個大概什麼時候再來的時候就可以採收 可是到的時候是多有人節足先登 那我一直在想說是不是在路邊賣的 那個就是沖默的很菲采的 最近兩年多來講的話就讓它雜草重生 因為我們去耕作的時候來講的話是地震的過後 那個水雨一下的時候 土石很容易這麼溜濕 所以就讓原生種的那些植物去那邊生長 那未來是要怎麼樣的處理呢 怎麼等它長成了以後再來再來思考 呃 您剛剛提的這個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農業用地啦 有這樣子在做 這個是化整為零是一個方式 那幾百個要這麼湊在一起來 那個是一個想法 那如果說是一二十個可以的時候 也有人在參會的時候就提議嘛 他們說說 有一棟大概有三四十戶啊 那旁邊還有地啊 那個在講話是大概講好以後 就全部都把它買下來 那個在房地產行情比較差的時候 是柯英那樣做 最近好不容易就是說 哇整個整個上來的時候呢 呃 在 在思考 所以我們讀 如學長的這樣子一種 一種構構是 對 相當相當可 相當可取 我很樂意的 我們可以有共識的大家來注意啊 嗯 好像我們也有學姐嘛 就是沒有給我說 他們的鄰居 老農啊 還想說說他有地啊 他可以捐出來啊 那要怎麼做 可是那個地聽起來都是平臨信心的 但是呢如果說是 您這樣子一個過想的話是 好像又可以 又可以用 嗯 這些地會有多少 我想隨著時間我們會有一些好消息 來跟大家公佈 那不曉得各位還有沒有什麼 這樣的這種問題 我們不一定是一定要堅持到九點 就是要有彈性啊 那事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mail給我 那不知道我們這個信箱的 那是請來這邊 這個是來跟我交換明天一下 等一下要先頒獎 哦我的是不是 對欸 啊